下面這個問題是課本問的問題 第一小題也是很多參考書最前件上的題目會問的 地球吸蘋果,蘋果也會吸地球 請問你這兩個誰的力量大 就是雞蛋碰石頭,石頭碰雞蛋,誰的受力大 一件事一樣 排球撞籃球,狼球撞排球,誰的力量大 然後呢,這跟牛頓地一定有關係 回答我兩句話 誰大,跟誰有關 現在找的是男生嗎 有,帥哥男 帥哥男二分 二分 一誰大,然後呢,跟誰有關 槍等,跟誰有關 牛頓三,請坐牛三 兩個是一樣大的 地球吸蘋果,跟蘋果吸地球 力量是一樣大的 然後呢,這就是牛頓第三運動定律 重力與反重力 第三運動定律 OK 第一個問題很簡單 可是呢 有個問題啊 地球吸蘋果跟蘋果吸地球力量一樣 可是是蘋果掉下來啊 不是地球升上去啊 那為什麼這樣呢 然後,來解釋原因 然後這個跟牛頓級有關啊 這跟牛頓級有關啊 來 來 來,小女生 沒有小女生 有,九號 小老師蛋 為什麼是蘋果掉下來,不是地球升上去 這跟牛頓級有關 你公上 地球質量比較大 這跟牛頓級有關啊 二 聽錯,這跟牛頓二有關 因為地球質量比較大 所以在相同的作用之下 力量一樣的時候 A就很小 M好大好大 A就好小 好小啊 所以就沒有覺得它有什麼加速度的狀況 所以呢 因為地球質量大太多了 比蘋果大 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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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所以就看不到影響 就是蘋果掉下來 不是地球升上去 叫做 牛頓二 叫做牛二 OK 來 這我剛剛解釋過了 同一個地點 質量越大的 外有力越大 那基值有沒有越來越大 我們前面就已經教過了 我剛才也解釋過了 你能不能告訴我 一樣大或不一樣大 最好還告訴我 為什麼一樣大 為什麼不一樣大 為什麼不一樣大 為什麼不一樣 來 帥哥 帥哥叫做 二四 二四 總行 為什麼一樣 我剛才有解釋啊 我解釋給我聽 為什麼一樣 你在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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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老師上課都不要好好聽啊 就這顆啊 F等於MA 配上 外有引力的公式 A就這顆啊 M1是地球質量是固定的 R是地球半徑也是固定的 G是外有同徑也是固定的 所以這通過固定啊 通過一樣啊 大家都一樣大 你當然如果要更挑剔說 大概不一樣 因為地球是不是正圓 不是嘛 所以有地方長一點 有地方會 短一點嘛 所以基質就會多一點 或者是 少一點嘛 外加上地球質量 有分不很平均嗎 沒有嘛 有的地方會 密度大一點 有的地方會 密度會小一點 但是 基本上叫做 一樣嘛 大家都一樣嘛 所以 所以那個基質 是不受影響的嘛 不受影響 大家都一樣嘛 剛剛講過啦 好來 最後一題 就是我們一般同學 碰到的考慮 是這樣考的 質量乘正比 質量乘基乘正比 距離平方乘反比 B球半徑R 40公斤離到2R 來我現在提 再提示你一遍 你在算那個距離平方乘反比的時候 要算到地心為止 要算到地心 你從地球半徑R 離到地球表面2R 這個時候 你的引力會變成多少 喔 哇 追了 來 車 小景森 掉了 帥了 7分7 5公斤重 你說蝦 你說5公斤重 為什麼 因為呢 離地球表面2R 就是離地心多少 3R 要算到地心為止 所以從R變成3R 平方乘反比 所以就是三橫的九 反比的九分之一 所以要變九分之一 所以45的九分之一就是5公斤重 所以答案5公斤重 就是這樣很簡單 就解決了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請記得課堂練習